你先找到這邊 let's write 有一個基礎練習 這個先看這個 你看那個基本的幾何圖案 他基本的大概就有這些 那你想看我們剛剛有沒有講過 在要繪圖的是大概哪幾個 繪圖的 是不是在這邊 是不是在這一塊 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淘汰在這裡 那你找看看喔 你找看這裡 文字當然 有那麼多對不對 你看 before 修還多嘛 不過這現在不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看到 基本的突然就是一樣 大家都是一樣有三角形 就是表示裡面它的東西 那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這種 反光的 所以我們照到一個點 亮起來有沒有 比如說那個 墨鏡啊什麼的 那這邊還有 有沒有 所以畫東西的都在這一塊 那 你看你要畫這些東西要怎麼畫 ㄟ 以來所以有點不太一樣 平常我們在畫東西 比如說你看我用矩形好了 我們先看第一個 我要這個 綠色的外面是不是有一個框框 所以我這邊 點他 好像沒有反應對不對 你可以點兩下啦 在這邊你可能要點兩下 或者是你從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這些顏色 你可以從這邊來吸 從這邊來吸 那 如果你要直接選 像播一下就點兩下 是不是就打開了 好我就找一個綠色的 確定 OK 那邊框 他是比較淡的 不過沒關係我們用黑色 如果你要 設定邊框 點到邊框 有沒有他發現他浮起來了 這樣表示是設定他 設定他 灰色的 他有兩種畫法 一種是 平常我們習慣是不是 你可能就用 拖曳的方式就畫下去了 這是第1種 第2種其實你點下去他也 只有點一點喔 那他就問你要寬度高度 等於說 向量的他也 需要比較精準的 你的半徑 寬高 或者半徑多少 就可以直接打進去 這樣OK嗎 你看這樣確定的話 是不是也有一個 好 那現在就麻煩你 等一下來試幾個圖形 一個是這樣對不對 這個 右手邊是有圓角的 那一樣你注意一下 上面這一塊 你也可以從上面選顏色 有沒有 這一個 跟Photoshop一樣 這個叫什麼列 工具的屬性列 所以會隨著你點到不同工具 那個 會改變喔 好 所以你看這邊的 如果你要用圓角的 我現在已經選到圓角了 好填色是不是也可以從這邊來選 反正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選喔 那 問題來了 他好像沒有給我設定那個 角度有沒有 我們在 Photoshop 如果你選那個圓角舉行 不是上面有一個 轉角的強度嗎 這邊沒有 那怎麼辦 你看你就先畫一個 有沒有 先畫一個 但是不要放開喔 怎麼辦 用鍵盤有沒有一個上下方向 上下鍵 有沒有發現圓角在改變 有沒有 這個是因為剛開始你工具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稍微習慣一下 所以他的上下 只要你滑鼠沒有放開 你按上下鍵 他就可以調整那個角度 調整那個角度 那找到你要有再放開 就OK了 當然你直接點一下 也可以 他這邊是有那個圓角半徑 這樣也是OK 所以這個 這兩個是這樣的做法 再來圓應該就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圓 只有那個什麼 這個東西而已 你按Shift 還是一樣 是正圓 還是正圓 那如果你直接點一下 直接點一下 他就問你半徑多少 橢圓 寬跟高 寬跟高 這樣OK啦 這些比較沒有你 啊這個呢 像那個 蝸牛的那個 這個在哪裡 在這邊 有沒有 在這邊 那這個叫螺旋工具 螺旋工具 那你看喔 你要畫那個 你如果這樣一直接畫 是不是就有了 這是一種方法 可是有時候我可能要轉另外一邊 有沒有 你看我們平常這樣畫的話 都是什麼 都是 像 現在這個 上面這個方向的 如果你要轉另外一邊 你可以往這邊動 有沒有 本來是這樣 你就往這邊動 對不對 他可以繞 可是現在圈數是不是固定的 好像圈數是固定的 所以說 如果你要個別調整的 那麼你就 點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點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決定 他衰減多少 有多少個區段 還有方向 所以你最主要是你要知道說 螺旋工具跟photoshop有點不一樣 photoshop是直接就畫了 他也有 但是他都會多一個 就點一下放開 沒有拖曳的 會有 對要方塊跑出來 好 會有對要方塊跑出來 好 那你先做這四個 我們這邊插播一下這個bridge的 你看 你一進來是不是都在我的最愛這邊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跟檔案總管一樣 右邊是不是有個檔案甲 你點一下是不是就跟檔案總管一樣的 你就可以從這邊來找 好就是 那當然上一層下一層可以從這邊 或者你要從這邊找也可以 有沒有 好都一樣 那 他比較 不習慣的 大家比較不習慣就是說 你會發現說 檔案總管是不是會有一種 那種 像類似像這種 詳細資料啦 或者清單的格式 很抱歉他沒有 因為他是要管理圖片的 所以他都會最少 最小的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換你看 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 有幾個有沒有 右下角這裡 好你看一下 你點 我們現在是在這裡 縮圖 你點這個有沒有叫 影片檢視 那他會改變 就是變成說有點像我們那個 檔案總管那個什麼 影片還是什麼 不是有一個這樣嗎 點下去上面就是 預覽嘛 那另外一個詳細資料 會像這樣 所以他最小就是你剛剛看到那一個 你沒有辦法再變成 就是 因為他本身就是在給你看圖的 所以就不會有那個只有清單的 好就不會有只有清單 這樣OK嗎 這個是 那當然 好處就是說你點到他 這裡也可以預覽 有一些他的基本的資料 有沒有 什麼時候做的 什麼時候改的 這應該是他比較 大的優點 他比較大 尺寸是在這邊都看到的 你不用打開 以拉錘的就可以看得到 這是 他比較OK的地方 比較OK的 可是缺點我們講過的 就是慢 就是慢而已 OK 好那你現在回到這邊來囉 剛剛你們在用的時候 這個 跟Photoshop一樣就是按著 裡面就會有 好裡面就會有 那 我們剛剛講到如果說你要這個 圓角矩形 你是 按下去 然後呢不要放開 是不是上下鍵 對不對 上就增加下就減少 好那個圓角的角度 這個是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你如果是在 畫這個 比較特別嘛 這比較特別 因為他的圈數啦 方向啦 如果你不確定的 就是 點一下 來裡面設定 點一下來裡面設定 那你衰減的越多 他就會 抓得比較緊 他抓得比較緊 來看一下 有沒有 就 圈數就比較少了 他所會衰減就是說這個 進來的 進來的 就是說你從這邊這樣繞進來的 OK嗎 這個你參考一下 那這個 你看喔 像這個的話現在是不是只有 線段有沒有顏色 有沒有裡面的甜色 是沒有 所以你看 你要移動 還是一樣 整個 節點的 路徑的移動就是拿這個 所以你拿到人家上面的時候 他裡面有沒有顏色 沒有 如果你 點到這個 我給他一個 顏色 有沒有進去了 對不對 裡面就會有 十星的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看喔 這個怎麼辦 六邊形 怎麼樣才會畫六邊形跟 那個 星星 你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沒有六邊形跟星星 那我要 八邊形 十邊形怎麼辦 你他總不可能每一種每一種角度都 幫每一邊都幫你增加吧 對不對 所以說這邊一樣的方式怎麼辦 一畫是不是六邊形 有沒有變增加變少 哪一個按鍵 上下鍵 還是一樣 還是那個原則 上下鍵 就可以改變他的什麼 邊數 改變他的邊數 那這樣你就可以 很方便的去做 很方便去做 這樣就OK了 可以嗎 好 那這是一個 那麼 星狀的也是一樣 你看 一拉 就是一二三四五嘛 五顆星 上下 有沒有 嘿就是這樣子啊 啊 一樣是上下鍵啊 所以他反正 角度也好啦 方向也 方向啦 或者是那個 圈數啊 都是用這種方式做 放開是不是就OK了 當然你點一下也會有啦 他會問你幾邊嘛 對不對 好 那你半徑一半徑二就是什麼 這個的 角度如果半徑二越小 就怎麼樣 就不會那麼尖 就不會那麼尖 比如說 我上面 第一個半徑是44嘛 第二個我們用30 有沒有比較進來一點 比較出去一點啦 兩個半徑是差的比較少 就不會那麼尖 就不會那麼尖 這樣OK嗎 這個是 另外這個 那這個當然也是一樣 邊數就是由這邊決定的 好齁 這兩個我們剛剛沒看到 順便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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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